大家好,我是岳哥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南方浪 真实报道热情发生 来聊一聊莫沙东公司 其实里面很有趣 也很有内容 这家公司这几天脾气很大 意见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它旗下刚刚在中国批准落地 还不到15天的莫诺拉伟 这款抗病毒口服药 公司就发现 有大量的仿制药 居然在中国的浙江和上海 是已经用上了 想想看15天不到 那这个仿制的速度 未免也太快了吧 莫沙东公司和它在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 国药集团 包括国药集团下面的国药控股 现在非常不满意 今天就重点聊聊 这个事谁仿制的呢 现在看是中国军方 首先就来看一看 莫沙东的最新的声明 1月11日下午5点多钟 透过公众号的平台发出来 比较的简短 其实回头来看 每一条的针对性都很强 核心的意思就是两点 第一点 要去抓未经授权的所谓纺织药 要去打 第二点 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表达了 要维权 维护自己权益 同时也是维护 中国患者权益的一个信心 根据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的信息 那掐头去尾 莫沙东的莫诺拉尾 落地 中国还不到半个月 还不到15天的时间 怎么就有纺织药了呢 关于这一点 中国媒体的报道非常的直接 目标也很明确 纺织药的生产企业公司 就是浙江华海 华海药业是中国国内知名的原料的药企 总部是位于浙江领海市的汛桥镇 目标 那之所以非常明确的锁定了华海药业 中国媒体是给出了线索 给出了判断的依据的 大概是这么几条 第一条 根据知情人士 不愿意具名的知情人士披露的消息 华海药业所生产的胶囊 它的中文的名字 叫做莫纳皮尾 那与莫沙东的莫诺拉尾 其实是非常接近了 知情人士就特别强调 莫纳皮尾胶囊 其实就是莫沙东新冠口服药 莫诺拉尾胶囊的仿制药 当然这个说法 透过前面提到的莫沙东的声明 是已经否定了 在中国莫沙东是没有仿制药的生产 和在中国的销售的 第二个线索就是在浙江 已经有一些新冠病毒感染的患者 透过社交平台就发布了消息 发布了照片 他们已经用上了莫纳皮尾胶囊 另外浙江一些医院的医生 也接受了中国大陆媒体的采访 非常明确的说 那可以开出这个药 具体的一些细节就包括 浙大二院的一名医生就透露 目前该医院是可以开出这一款药的 不过呢 药物名称前会标注赠子 就是在简易的包装上 会写明赠送的赠这个字 浙江另外一所三甲医院的医生 那也表示 莫纳皮尾胶囊 可由该院的副高及以上级别的医生 以正要的形式开出 此外还有一所医院的工作人员就表示 那之前每天都有莫纳皮尾胶囊 是常规开的 是免费开的 但现在病人没有使用该药了 所以他的单位 他所在的医院 那他现在不清楚 是不是还能开莫纳皮尾胶囊这个药 以上就是中国媒体报道的主要的内容了 那相关的报道就没有看出这一款胶囊 莫纳皮尾胶囊 他的包装盒 以及莫纳皮尾胶囊 他的使用的说明书 可能的原因就像前面提到的 因为这些药是被拆散了 赠送的形式 有一些就是放在检疫的塑料袋里 就分发给了病人 关于包装的形式 其实墨沙东的声明的第二点 也是强调了 他们会有非常严谨的包装 而且会进行数码 接下来问题就来了 也有人在问 就是说 为什么1月12日 中国大陆不少媒体的相关报道 给全网删除掉了呢 会不会是说他们的信息 本身是出了错误呢 目前综合来看 那更大的可能 还是因为这一款纺织药 华海药业所生产的 莫纳皮尾胶囊背后 站着的是军方的机构 再加名为 湖南药市服务网的网站上 是可以检索到 莫诺拉伟 或者是莫纳皮尾胶囊的 相关信息的 这一家网站 它不是政府的官方的网站 但是有相关的备案号 所以不是一个草台班子 那么这一家网站 所披露的信息 是能够看到 相关的商品名 技型 规格包装 批准文号 生产企业 说明书等等 相关信息的 其中 批准文号非常明确 均要准字 H2022001 生产企业 就是浙江华海 前面提到了 一时半会儿 没有办法打通 华海的电话 那么在 莫纳皮尾胶囊 说明书中 可以看到这个字样 核准日期 是2022年的 1月15日 仅限军队内部使用 请仔细阅读 说明书 并在医生指导下 使用 旁边还特别有一个 印章 类似的标记 军队特需药品 那根据说明书 所呈现出来的分子式 其实莫纳皮尾 就是莫诺拉尾 说明书是两面 在第二面的莫尾 能够看到 研制单位 名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科学院 军事医学研究院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 27号 生产企业 浙江华海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地址 浙江省 临海市 汛桥 电话号码 这个留的电话号码 其实就是 华海药业的 企业文化部的电话 透过湖南药市服务网 这家网站的性质 以及说明书 它印刷呈现出来的质量 包括现在看到的 这个应有军队特需药品 莫纳皮尾胶囊 等等一些字样的药盒子 可以做这样的判定 那就是浙江华海 为中国军方 为中国军队生产的 莫纳皮尾胶囊 那其实就是 莫沙东生产的 莫纳皮尾胶囊 虽然目前就没有看到 浙江华海 为浙江的医院 所提供的 莫纳皮尾胶囊 相关的说明书 分子室 化学结构室 等等信息 但是有理由推断 那给到浙江医院 给到一些 普通患者的 莫纳皮尾胶囊 其实也就是 莫纳皮尾胶囊 相关的补充材料 可以看到 浙江华海官网 看出的信息 看出的时间 2022年12月14日 这是一份 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 信息的公告 其中就提到了 公司要得到 年产100吨 莫纳皮尾的能力 在把相关的信息 做了梳理之后 接下去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 莫沙东就强调 是中国企业 在仿制他们的药 那换言之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科学院 他旗下的 军事医学研究院 那有没有可能 把莫纳皮尾生产在前 然后是莫沙东 仿制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药呢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 从时间上来看 那这种可能性是比较的小 为什么这么说呢 透过军队特需药品的 莫纳皮尾胶囊说明书 核准日期 2022年1月15日 那么在这个日期之前 莫纳拉尾胶囊 也就是莫沙东的莫纳拉尾 是在2021年11月份 是在英国获批上市 那么在2021年的12月份 又先后获得了 美国食药监局 也就是FDA紧急授权 以及日本的紧急特例批准 所以简单说 从实践上 莫沙东的莫纳拉尾胶囊 在英国美国日本的使用 比在中国军队的使用 是要早一到两个月 另外就是从说明书 等相关的信息来看 您现在看到的是 2021年12月23日 美国FDA在官网上发布出来的 给药品的服务机构 看的一份信息 其中就提到了 关于兔子试验的相关的情况 那么在中国军队版本的 说明书中 关于加兔的怀孕实验 相关的数据 那和FDA里面的数据 是一模一样的 这只是比较多的 重合部分中的一处 当然也有必要提到的 就是中国官方也罢 中国人民解放军 官方也罢 没有在相关西方国家 官宣之前提到 已经研发出了一款 叫做莫纳皮尾的 抗新冠病毒的口服药 还有一点有必要提及 就是在2022年的1月份 由联合国支持 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 一个药品专利池组织 他就宣布 与27家纺织药制造公司 是签订了协议 来为世界上105个 中低收入国家或地区 来生产 墨沙东的新冠口服药 莫诺拉伟的纺织药 在27家纺织药制造的公司里面 是有5家中国公司的 那看下来浙江华海 不在这5家公司之列 所以就这份文件来看 他也谈不上有仿制的资格 再简单的来看一看 这一款莫纳皮尾胶囊的 所谓的研制机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军事医学研究院 这个研究院它的前身 叫做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医学科学院 在2017年7月份中旬 军事医学科学院 是并入了新调整组建的 军事科学院 然后就成立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军事医学研究院 在2020年3月初的时候 习近平是去到了 这个军事医学研究院 回溯2020年3月份 是武汉疫情爆发之后 还没有多久 现在您看到的照片 就是当时的场景了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发布的消息 习近平在军事医学研究院 是了解了疫苗和抗体研制 药物筛选 病毒治病激励研究 快速检测试剂研究和应用 等进展的情况 最后 那前面说了这么多 其实是事实说话 最后个人的一点看法 第一点就是中国军队 那确实看上去 因为披露信息非常的少 从外边人来看 就显得比较的神秘 那现在呢 这些细节就显示 中国的军人 那当然不是所谓特殊材料制成的 他该感染也会感染 但是中国军方 中国官方已经提早布局了 可以早到2022年的1月份 那普通中国人是2022年的12月底 基本上都养了一遍 那他们是有所准备的 中国军事医学研究院 那透过那张说明书上 他是研制单位 那现在这个情况很明显了 他到底是研制单位呢 还是仿制单位呢 习近平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去军事医学研究院考察 那理论上呢 是应该对军方有所督促 有所要求也拿出药来 那么莫娜皮尾这款药 习近平是不是知道呢 还是说中国的军方 弄了一个弥天大谎 自诩为研制单位了 在忽悠中共的领导人 中共的最高层呢 这个咱们不清楚 第二点 对于专利药的保护 那在中国是有政府的明确规定的 也是有法律做出承诺的 华海药业 它作为制造商 那现在来看呢 确实不少药是赠送出去的 但是也有消息显示 第一批多达八万平的 莫娜皮尾 是紧急已经送到了 浙江和上海的医院 那难道八万平都不收费吗 当然退一步讲 就算你都不收费 活雷锋做到底 那你没有得到授权 来生产这一款药 其实呢 都算是侵权 都有可能被法律追溯 中国军方的机构 是所谓的研制单位了 那如果说 华海去卖这些莫娜皮尾 那你作为研制单位 还收不收钱 你好意思收钱吗 接下去 就算你不收钱 那中国军队还要继续吃药的 如果继续吃这个莫娜皮尾 那怎么样协调和莫诺拉尾的关系呢 因为莫沙东他到了中国 他也是要赚钱的 第三点 稍微扯远一点 就是说呢 除了军方的机构 除了华海 其实中国大陆还有一些机构 在整个疫情感染期间 是加速了做仿制药的步伐 比较典型的是安徽 合肥的一家药企 曾经就透过当地的官媒说 那我们的仿制就要成功了 结果媒体一看呢 一报道呢 不少专业人士说 那你有没有得到授权呢 一下子就哑口无言了 所以专利的意识 现在看是非常的薄弱 那尊重专利 尊重专利药 其实呢 本质上是尊重创新 那勇于创新 有能力创新的这些资本 这些专业的人士 他尝到了头蛋汤 尝到了甜头之后 有了一定的利润之后 在专利保护期这个时间之内 透过一些专利池这样的组织 然后做一些二级的许可 让一些仿制药 去帮助到比较贫穷的国家 这其实就是实现了 从创新到分享这个过程 中国某些企业的做法 可能也还包括一些官方机构 那图省事 把人家的药 专利药买回来 拆开了 来做研究 当然也要投一些真金白银进去 那最后的结果呢 创新你肯定是谈不上的 因为你是所谓的 拿来主意 另外一点 你也没有办法去大规模的分享 因为这中间是有很大的法律风险的 最后看看墨沙东 和他的战略伙伴国药 这是一家央企 会怎么样来协调这些事情吧 因为市场空间非常的大 利润可观啊 所以各种利益 是交织 博弈在一起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 感谢您的宝贵时间 特别有请朋友们 多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 打赏和会员支持 用您的支持 真实报道热情发声 我们才能继续走下去 谢谢朋友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